怎么上菜这么慢啊 不好意思 今天生意叫忙 让你久等了 你还知道不好意思 这可是五星级饭店 你这种工作效率出来打什么功 回老家种地吧 对不起对不起 你不用道歉 你刚才对人家什么态度 你只是投生的好 投在我们家而已 为什么那么居高临下的指责别人 换了成长环境 你可能还不如人家小姑娘 现在你马上给人家道歉 不然我立刻回家 妈 你怎么能怪我呢 上菜慢的理由人家已经解释了 就算有问题 也不是人家小姑娘的问题 你那种高高在上的语气 我不喜欢 你命好 生下来衣食无忧 别人家里条件差 出来打工赚钱 是替整个家庭分担压力 结果还要被你们这些 占了命运的便宜的人羞辱 太过分了 好 我道歉 小姑娘 对不起 没关系 没关系 以后当你要批评别人时 要记住 世上不是每个人 都有你这样好的条件 宝宝 可以把瓜子皮放在垃圾桶里吗 为什么 我妈妈付钱请你来 就是打扫卫生的 你是不是不喜欢宝洁阿姨 要这样 我把阿姨的工资给你 以后你来打扫卫生 这样你还可以自己赚钱 买你想要的东西 好呀好呀 你为什么总是往地上吐 我可是付了你钱的 为什么就不能吐 付了钱也不能吐 我扫地多辛苦啊 这下你知道扫地辛苦了 你知道宝洁阿姨 打扫卫生辛苦了 你如果不干 那就把钱还给我 以后对宝洁阿姨讲礼貌 放尊重 听到没 我知道了 早上好呀 小美女 早上好呀 快 阿姨在跟你打招呼呢 嗯 宝贝 不理阿姨可不礼貌呀 没事没事 孩子害羞了 妈妈 妈妈你在干嘛 妈妈你为什么不理我 因为妈妈也没礼貌啊 你看 妈妈对你没礼貌 你伤心了 你对阿姨没礼貌 阿姨也会伤心的 你喜欢别人对你没礼貌吗 不喜欢 那你以后可以对别人没礼貌吗 我不会了 嗯 我知道你只是无心的 下次我们要跟叔叔阿姨打招呼 好不好 好的妈妈 宝贝 你吃的啥呀 给奶奶吃点 奶奶你吃 可好吃了 跟你开玩笑呢 你自己吃吧 奶奶不吃 奶奶不吃 妈 以后孩子跟您分享东西 不要逗弄孩子吗 孩子分享 您最好接受 这才能让孩子乐于分享 咱们大人哪能跟孩子抢吃的呀 这不是抢啊 孩子心思是很单纯的 我们要尊重孩子单纯嘛 我知道您也是无意的 但多接受孩子分享 没坏处的 妈妈 这个零食好好吃 你来尝尝 哇 是挺好吃的 谢谢宝贝的分享 嘿嘿嘿 这个加这个 是多少呀 三 三 都教你多少遍了 你怎么还记不住 这个 加这个 等于多少 六 哎呦 你脑子也太笨了吧 你 给孩子辅导功课 太气人了 越教越不会 真要把我气出病来了 教书育人是个技术活 就算专业老师 也不能保证 把每个学生都教好 何况我们这些 毕业多年的家长 再说了 我们家长帮孩子辅导功课时 毛病不比孩子少 一不耐烦 就忍不住皱眉 瞪眼 叹气 这些情绪 都会给孩子 倒出负面影响 小孩子内心脆弱敏感 越学越紧张 本该会的 让你一下也不会了 长此以往 孩子对学习产生恐惧心灵 所以我们家长 要想给孩子辅导功课 前提就要保证 自己不发脾气 毕竟我们能辅导的阶段 也就这短短几年 不要在这短短几年里 就用压力 让孩子对学习产生抵触心 这不是辅导 而是帮道忙 你哭啥啊 你咋了 你干嘛喝我的饮料啊 你妈妈喝你几口饮料咋了 你要大方一些知道吗 你这么小气 以后没人喜欢你 我不 孩子闹情绪时 你说啥他都不会听的 甚至越说他越跟你反着干 那你说怎样吗 你想不想喝饮料啊 想啊 喝吧 真好喝啊 你看上次我喝了你的饮料 你还跟我生气 这次我都主动给你喝饮料 为什么呀 因为我喜欢你啊 我愿意把自己喜欢的东西 分享给我自己喜欢的人 看你喜欢喝 我也会很开心的 是吗 那妈妈 你来尝尝我的鼠片吧 老婆 你这个方法好呀 我们要尽量少说教 让孩子自己懂得分享 而不是逼着孩子去分享